閣議員李敏貞 今天在議會中 要求寡婦將幾年的割算 提早上議會審議 因為年底就要改選 而且安隆的七八月這麼審査幾年的割算 這個時候明年的綜藝算也差不多都變好 讓議會沒辦法落在審査 到分議選也已經六月齊早 再來我們就 大家都進行一個年底的選舉 在考慮大家都很佩服 就決算的 提出 甚至應該要在三月份就要開始提出 你不得指出 既然議選已經變好 希望要歡迎的名義 盡減議選的內容就很有困難 如果我們要看割算的時候 當時議選也已經 大家都安排好審分配好審 我們這個割算來審査的時候 對我們來年的議選根本 我們沒辦法去提出更加進一步的建議 譬如說我對每一個都或者某一個都家 我們這個基準 我的看法跟電影的反映 因為說他的比率他要調整的時候 但是我們不趕心查出來之後 我們我們是留意在這裡再反映了 行政機關綁架立法機關 因為割算和醫生的審査定署 符合相關的法令規定 所以管理會緒不割議 將在割算審査後 就開任職會 來針對面理的總醫生 進行審査和建議 以改善法令規定的步驟 記者以免為曹翁報道